安息日后的第一天清早 天完美两时 玛利亚马达勒纳来到坟墓前 看见墓门的大石已被移开 就立刻跑去见西满白多路和耶稣的爱徒 对他们说 他们从坟墓里把主搬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那里去了 玛利亚一直站在坟墓外边哭泣 哭着探头往坟墓里看 却见两位天使穿着白衣 正坐在原来安放耶稣为体的地方 一位坐在头边 一位坐在脚边 他们对他说 妇人 你哭什么 他回答 有人把我的主搬走廉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 说完这话 他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没有认出是耶稣 耶稣对他说 马利亚 他转过身来 用西白来话叫他 拉布尼 他转过身来 他转过身来 那里 于是 马利亚马特勒 跑回去 把这消息告诉门徒 我看见了主 他还对我说了这些话 他还对我说了吗 我看见耶稣的